浓缩咖啡上夹的不是牛奶 而是一整瓶的燕麦植物奶 看卷健康饮食的崛起 知名连锁超商和地方创生的农产品牌合作 要成为最大植物奶拿铁连锁店 上会喝一杯 然后中午吃完饭会再买一杯 觉得比较养生 就是因为燕麦营养价值也很高 所以觉得喝咖啡的同时 也可以补充这样燕麦营养 我要一杯热的燕麦奶 每天来超商报到买咖啡 是不少上班族的日常生活 台湾人一年可以喝掉六一杯外带咖啡 考量方便快速和平价 而这其中又有将近六成的消费者 以超商县主的咖啡为首选 每天大约四百亿的县主咖啡商机 也让各大商店推出多种单品或风味豆强势 其实我们这个植物业卖奶拿铁 主要是针对可能像是想要吃蔬食 想要健康一点的消费者 或者是不适合喝牛奶的消费者 他们都可以做选择 全家看卷植物性饮食崛起 推出新品 而超商龙头7-11也不遑多让 同样推出加入燕麦奶的焦糖和坚果咖啡 并标榜与连锁咖啡品牌星巴克 使用同样的燕麦奶 而莱尔夫则推出适合炎热天气喝的 黄金又香咖啡 至于OK商店则专攻在咖啡豆的挑选 近来国际级咖啡师团队挑选的日晒豆 强调出手穷的口感 超商各主打不同的商品特色 要在黑金市场里抢占一席之地 明星新闻旅终于张庭祥 台北报导 Mmm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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